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 今天在社交网站上发布短片 总结上任两年来的心得和成果 特别是本届特区政府不少政策预见成效 希望团队遇浪破浪继续为香港创造机遇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回顾上任两年 感觉责任重大但使命光荣 本届特区政府以结果为目标的实干团队 不断创新求变 推出的不少政策预见成效 他将团队比作一艘船 方向要正确 信念要一致 速度要不断加快 遇浪破浪 向目标迈进 我们就不怕挑战或者困难的 当市民有问题的时候 我们就会面对问题 帮市民解决 那在解决的期间可能就好像风雨来了 海面是未必平静 但当我们帮市民解决了问题之后 太阳又出来了 海面又附属平静了 好像围港一样 现在挺美的 李家超还细数两年间香港的重要时刻 走出疫情全面通关 完成基本法第23条立法限制责任 完善地区治理 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 在全港18区成立关爱队改善民生 并直视汤房问题成立解决汤房问题工作组 将公屋沦厚时间缩短至6年以下 经济方面 他还提到特区政府为楼市撤落 令楼云买卖登记大幅回升 楼市稳定发展 旅游方面 他感谢中央支持 新增10个赴港澳个人流程式 今年第一季房港旅客按年增加1.5倍 展望未来 李家超形容 没有最好 只有更好 特区政府会继续做好搭台和导演角色 为香港创造机遇 《凤凰卫视》王雨婷 香港报道